那你手上有没有台积电的股票呢 护国神山今天跳空开高续写了769元的新高价 某根大空最近给出了850元的目标价 至于联发科也爆量冲上了1260元的新高 两个人的武林带动了大盘指数再破新高 中场收占了19693点 距离2万大关更近一步 大型股全都红彤彤一整片 台股7号再度发威啦 台股真的是一涨不回头 继昨天再创收盘新高价 今天盘中更是打破记录 最后是收占19693点 距离2万大关更近一步 靳远双雄上演两个人的武林 台积电狂奔暴涨 一度冲上769元刷新记录 中场大涨25块 收占760元又创新高 某根大同更把目标价从770元 上修到850元 创下外资圈最高 而隔联发科也一度飙上1260块新高价 大涨率3% 成交量超过1.3万张 尽量不要追高杀低 不过整个主流趋势还是呈现上涨没有错 主流的个股还是在AI 所以选股的部分 我认为拉回的时候 可以寻找AI相关的股票来做切入 晶圆双神旺供应链也跟着嗨 台积电最大风测下游日月光 7号也飙上涨停板 晶圆电业工涨停收在116.5元 新权齐邦也涨超过1% 接下来关键降息时间点 美国联主会主席鲍尔给出好消息 说今年某个时候开始降息是适当的 我认为会比较有利于消费性的电子 因为消费性的电子受到利率的影响相对是比较大的 今年下半年出现的所谓AIPC以及AI手机的换机槽 这些受贿的股票 我认为也会同时受贿到利率的一个条降 美国即将降息消息一出代表有望带动消费力道 专家建议可以观察消费性电子族群提前布局 东南财产新闻柳城张老珍台北报道 台资电今天的股价就延续了涨势再创两年来的新高 今天最高来到了648 接下来大家看市况最重要的指标是联发科 因为他们明天有新大楼要落成31号是法说会 大家再看联发科会不会复制台积电的走势 再带动台股 一笔画在喜气春联上勾勒出大大的金 如同护国神山价值一样金光闪闪 不止2023年龙登全球市值前十大企业 股价也是一路狂飙 台积电29号延续涨势开高走高 还再创波段新高 售在648元 不止外资回补认错 还把目标价喊上740元 就连劳动基金运用局也将三成的劳动基金重压在台积电 但有人四进进场也有不少人趁机获利了结 几年以来有近10万名股东大跳车 也让人好奇现在会是个好买点吗 有拉回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做一个进场 台积电的这个先进制程 然后包括二奈米可能也有在规划当中 那未来它的这个主要客户NVIDIA跟AMD 那提供了AI的这个动能 所以我认为在整个下半年的部分 那进入到整个动能开始起来状况 应该会再推升股价再推一波 毕竟看看台积电从法师会以来 大涨一根涨停板 市场也很期待 同样因AI爆红的联发科 有机会在1月31号法师会结束后 复制涨势 重返千基股行列 毕竟随着AI手机拉货潮带动下 反而看好今年将有机会赚超过五个股本 预估联发科在整个旗舰机种的比例 会从百分之二十 占全球的比例来到百分之三十 所以我认为AI的这个手机 将会是它未来蛮重要的一个成长动能 那同样我认为跟台积电一样 法师会上可能也会针对整个AI状况 会有一些这样子一个乐观的预期 封关前夕加上美科技财报周 专家看相关AI伺服器 短线上仍有优势 渴望伺机逢低回补 今天下午5点25分 全球首发台积电的期货 纳入了夜盘交易 户国神山台积电 全球市值排行前十大 不只股市上 在期货市场上也备受关注 2024年开春台积电期货 和小型台积电期货 都将纳入夜盘交易 这样一来原本五小时的交易时间 延长为16小时35分钟 所以这几天我们也不会演讲 台积电已经恢复 它户国神山的动能 也就是上周五的时候 它一天的成交量 它等于就是 整个大盘的核心所在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量 配合它的个股期货 能够有夜盘 是一个完全符合 当前现状的一个好的商品 夜盘交易106年上线 当年度贡献全市场交易量不到一成 现在攀升到三成 显示夜盘避险交易的重要性 与日俱增 因为台湾像这个 每个月10号公布的营收 还有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 都一般都在下午召开 那这个夜盘的 这个增加夜盘的交易 可以让投资人 在知道营收的数字 或者是法说会的这些 这个利多或利空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适当的投资 不过投资人还是要注意 台积电每年四次分配现金鼓励 期货除息调整后的契约 将从生肖日前一个夜盘开始交易 当有除权 减资 现金增资和合并等事件 前一个夜盘也将暂停交易 对投资大众而言 多了一个选择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台积电进入的雄本 很多人都直接自己买房子 我们今天就直集的是 台积电高层最爱住的社区 房子都是透天错 那屋内的装潢又是如何呢 我们记者的紫禁要带我们来揭晓 好的主播各观众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 雄本菊阳丁的合志士 那我们来到的这里 就是号称是台积电高层 最爱住的社区 这里有两层的房子 卖给外国人 一层就是被台积电 还有相关供应商给买走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现场的这里呢 它就是一个纯住宅区 那么房子呢 都是单独一栋 做一到两层楼的这种小透天 那么其实很特别的是 台湾人也抢进这里买房子 像是我左手边这一栋呢 就是台湾人买下的 我们今天早上也直集了 他们亲自飞到现场来交屋 而且他们整个家族 是一口气包下这里的六栋房子 好 那我们也实际带您 进去开箱看一下 其实呢 这里的房子的里面 都会做一个美式加日式的风格 包括说呢 他们的厨房呢 都是一个中岛厨房 那么这一间呢 它是配置了三个房间 那么其实这里的房子 一栋大概都是 一千到一千三百万左右的价格 那么当地的房仲 也特别跟我们透露了 其实像这类的透天措 去年底哦 或者是去年到现在呢 涨幅已经有百分之十了 显示说非常的热络 非常地强劲 台积电到哪之处 这个房价真的都是会文积其物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 车门开启 大量通勤族从电车涌出 赶着去上班 这里是日本熊本县 巨洋艇的无人车站 很多乘客都讲中文 还不约而同 都在同一站下车 不只车站爆满 公车站跟马路 也都挤满人车 他们的目的地 都是要前往台积电熊本厂 自台积电2021年11月宣布 进军熊本以来 巨洋艇的外国居民数量迅速增加 这家面包店看准商机 从隔壁艇搬来抢攻新市场 加上百满用当地小麦 做成的美味面包 这家店搬来巨洋艇后 营业额增长了整整三倍 面包店预计台湾客人即将变多 还开发了塞满卤肉 鸟蛋 青菜的卤肉饭汉堡 以及夹了超大块鸡排的 台式炸鸡排汉堡 还有早餐店常见的 火腿蛋三明治 走进熊本超市 还能看到贩售台式熟食料理 而且走每两步就能遇到台湾人 当地百货更设立台湾美食专区 其中新竹米粉 公盐无醋最受欢迎 台积电来熊本也带动薪资上涨 熊本县最低时薪898日元 约新台币188元 但当地人力公司透露 目前时薪已经翻倍爆涨 1800元 人力公司还说 未来时薪还会持续上涨 估计可能会涨到 新台币630元 台积电设厂为熊本带来 前所未有的经济光景 也让当地台湾人暴增 宛如一座台湾城 方三星环陈慧珍音乐者报道